哎哟 哎哟 我的妈 在江苏镇江有一位老太太 今年83岁住养老院里面 她可真是不一般 身手敏捷 心理素质极强 她首先是躲过了重重看护 然后只身一人 飞檐走壁 一下翻过两米多高的院墙 她摔着没有啊 她想干嘛呢 马奶奶是江苏镇江人 今年83岁了 住在当地有名的养老院 说这养老院出名 居住条件当然没得说 更主要的是 这儿的安全保障设施到位 老人们的饮食起居 一天24个小时都被监控 工作人员都是一天三班倒 光设想头就有40个 绝对是全方位 无死角的安全防护 这马奶奶难不成是 叠战区看多了 她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养老院面积将近40年 您瞧 整个院子都被两米多高的墙围住 这对于83岁的马奶奶来说 爬上这样的墙 恐怕比登天还难 就算是个小伙子爬过去 这也不轻松啊 要不怎么说 江还是老的辣的 虽然整个养老院 看起来好像都被这两米高的院墙 围得滴水不漏 但马奶奶偏偏就在一个偏僻的角落 发现了一堵一米多高的矮墙 马奶奶 你吃过来早点睡啊 你得带好 虽然马奶奶找到了唯一的出逃地点 但她也面临相当大的难度 她需要先逃出自己居住的老人院大楼 再穿过医院和儿童福利院 才能到达矮墙附近 这段距离就有将近一千五百米 而且在这条路上 到处都有老人院的工作人员 还有很多三百六十度的监控探头 稍不留神 出逃计划就泡汤了 马奶奶住在六层 大楼里每一层都配有专业的护工 而且护工会不间断地到老人房间 巡视检查 这大大增加了马奶奶的出逃难度 对了 别说话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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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她亲哥也住在我们这里 她经常会到她哥哥那边去 软聊聊天 说说话这样子 马奶奶躲过了层层包围 眼瞅着就要到一层大厅了 可突然半路杀出了程咬金 她看见了平常跟自己特熟的工作人员 说是迟那是快 马奶奶一个箭步 躲进了身边的一个房间 趁着前台不注意 三步并两步跑了出去 三轮三轮 马奶奶是不是去你们三轮了 阿姨你看到马公黄阿姨家 我没以为 马奶奶我们没找到 我们立即采取了一个老人一走失的一个紧急备案 马奶奶顾不得蠢气 直奔目的地 她身后的大楼里 所有的工作人员早就乱了套 你们赶紧几个人分开来找 你们几个人到那边找 你们几个人到这边去找 阿姨妹 没看到有马奶奶啊 没有啊 马奶奶小跑到矮墙下 看着微微地踩着早就找好的水缸 一咬牙一使劲爬上了墙头 这哪是83呀 38吧 本以为要大功告成了 结果这墙里面看只有一米多 可从外面看 还有两米五 马奶奶眼一花头一晕从墙上掉了下去 我疼了 要说这马奶奶真是硬了 摔下墙头就是觉得右脚疼 她爬到路边坐着休息 路过的行人看到马奶奶浑身是土 又受了伤就打了报警变化 你好 怎么往开走 马上到 你住哪边 我是渐壁 你是渐壁人是吧 那你怎么跑了这边来了 跑错了路呢 跑错了路 能跑这么远 你是被什么撞的 撞在书上的 你叫什么名字 马小奴 马奶奶没跟警察说实话 这名字是她自己编的 她怕民警把她送回养老院 可老太太还是没逃过民警的眼睛 我注意到旁边有一个养老院 我就问她 我说 马老太 你是不是就是说 在这边养老院的 她说不是 她反应比较强烈 你知道吧 她就是说不是不是 我不去这个地方 瞧着老太太飘忽不定的眼神 民警意识到 事情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送老人回家也很正常 但是我想这个剑壁有点远 她是怎么过来的 我就有点怀疑 得 这下彻底编不下去了 碰上这么固执的民警 马奶奶只好说出了真相 她又说我是顺着这个围墙 爬出来拽着树 然后回来摔倒了 你看她现在上面 还有她蹬的痕迹 哦 还真是养老院的 那马奶奶这么费劲逃出来 又是为了什么呢 一直在跟我念叨 就是说要回这个剑壁老家 我不愿意在这里 她跟我讲呢 就是说她有一个女儿 原来是想女儿了 那也不能翻墙出去啊 民警没犹豫迅速联系了养老院 把马奶奶送了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 民警从养老院了解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 老人患有的话是一个气质性的一个精神分裂 以及一个阿尔兹海默症 经常忘记一些事情吧 而且就是说这种想回家的这种情绪啊 这个时不时的爆发 2018年1月份 马奶奶住进了养老院 她心中一直牵挂的就是女儿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望着窗外 盼着女儿能过来看她 只是每次等来的都是失望 这才想着翻墙出去看女儿 她也是近期知道她的女儿又生病了 需要到医院里面去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做儿女的事情再多也别忘了 常给父母打个电话 工作再忙也别忘了常回家看看 儿女们的每一次问候与陪伴 才是父母们对抗孤独和衰老的良药